在日本清华战兵中, 岗村宁寺曾长期担任华为方面军司令,跟八路军频繁交手, 连捧老总都评价,他是历来华为日军司令官中最厉害的一个。 那么,在岗村宁寺的眼里,南北八路军名将最难对付呢? 1942年,岗村宁寺曾说过这样的话,道激动如入苦海, 并便令华北各驻军,与包森不相遇时能躲就躲,且不可恋战。 而且,当时华北的预委军中有一个笑话, 两个部队之间内吼,都会用这句话来诅咒对方,让你们出门就碰老包。 这位让岗村宁寺最头疼,让日伟军最害怕的人,就是包森,八路军寄东京去副司令。 包森是陕西蒲城人,1932年就参加了革命,但迎叛徒告密,先后两次被捕,前后坐了五年牢。 喜安事变发生后,包森被解救出来,后来被安排到激动抗日跟居地,开始了传奇抗日生涯。 1939年,包森到了河北真话。 当时,激动抗日陷入了极大的困难,基本没有整建局的力量于志军抗核,于是,尊化日军宪兵大队队长赤本大佐就想劝翔包森。 包森很快也得到了消息,决定将计就近,就放出了自己愿意与志本谈判的消息。 志本非常高兴,也没想太多,就带了两个人去见包森。 当然,他也不傻,还安排在一个大队在后面接应。 很快,志本来到了包森所在的村子。 包森带了几名侦察员,化妆成老百姓在村后打土坯,等他看。 到志本只带了两个人时,第一个给侦察员使了个眼策,直接将志本按到了地上。 志本极力挣扎大喊,包森感觉留着他是个祸害,直接让人拿着斧头结果了志本。 然后,迅速将他隐瞒,分散队伍隐蔽。 再说日军,为了寻找志本,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志本营救委员会,扫荡了一个月,最后却两手空空而返。 有人会问了,志军为什么对这个大佐这么重视? 有一个说法,除志本其实是越伦天皇的表弟,你说能不重视吗? 当然,也有的历史学者考证说,志本其实不是天皇的表弟,只是当地的汉奸为了夸大他的地位,编出来的。 不管怎么说吧,志军们为了救他专门成立委员会,地位肯定低不了。 包森虽然没上过军校,但打起仗来非常灵活,在激动地区前后打了一百多场仗,歼灭日伟军一万多人,让日伟军门风丧胆。 以至于连刚称名次都特地定立华北克驻军,与包森不相遇时能躲就躲,且不可恋战。 但不幸的是,1942年2月17日,包森帅两个营在盐湖山与日伟军遭遇,不幸被敌人的军机手打中胸部,壮烈牺牲,年仅31岁。 包森牺牲后,为了防止日伟军斩扑,卧军还专门将他的战马和警卫员,安排在一个临时指挥的山洞里,造成包森还活着的假象,并向附近陈洛放出了这个消息。 日军只知道包森重担了,但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,当听说包森还在动力。 指挥后,只好撤了军,三国时,又死住各下族活重达,包森的故事也同样不谎多让。 直到包森牺牲40天后,八路军还对外发破了他牺牲的消息,整个季冬,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当中。 而日军在得到这一消息后,立即进行报道,奇怪的是,在包森司令长观战此的报道中,竟然没有一句污蔑之词,只有对包森的敬佩和惧怕。 试想,如果包森没有牺牲,到了1955年受闲时,至少也得是开国少将。 当然,有没有军前无所谓,见胡后,在河北村花市的各个列士陵园里,都修建了包森的纪念雕像,这个荣誉,比军行更珍贵。 历史客栈作者,黄沙。 ograf小小杨 维持一个化碍 ark 蒜есте 刚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